現在烏克蘭要武器 我也要最厲害的大家 這個很厲害 現今最優秀的主力戰車之一 哪裡呢 西班牙德制的鮑二參上 這個是什麼樣的武器 主戰坦克 將軍這個滿厲害的 過去加入阿富汗戰爭國是不是 這個德國的戰車 在所有的戰場上 其實它算是研發最先進的 你看在二次大戰 雪曼戰車碰到這個虎式坦克 只有兩個字就是落跑 對 你要把虎式坦克打掉 至少要四輛對一輛 而且還是靠著雪曼戰車的砲塔 轉速 因為比較小 它轉得快 它轉得慢 這樣才可以打掉 否則你就算再多的對虎式坦克 你打它十發它不會怎樣 它給你一發你就爆了 你整個還就爆掉 所以德國在坦克的工藝上 是非常強的 尤其是這鮑二坦克 它跟一般坦克採取不同的 就是因為它的製造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為什麼每次人家說 為什麼德國做坦克做那麼久 對 它的鋼板就不一樣 它是用鍛造的 我們是什麼 球桿才用鍛造 它鋼板用鍛造 就是它跟古代打鐵一樣 它把這個鐵燒紅了 打打打 它延展 再把它折回來再打 它經過了數十次的延展 成就了鍛造鋼板 所以鍛造的鋼板 同樣是40毫米的鋼板 跟鑄造的鋼板 那個防彈氣數多一倍 所以後來就有人認為 它叫複合裝甲 因為它在鍛造的時候 在每一層的鋼板裡面加出了不同的元素 而且它的砲 滑塘砲 滑塘砲就是沒有膛線的問題 它就沒有左旋右旋 它的砲是帶尾翼的 打出去之後精準度特別高 穿透力特別強 可是德國的坦克終究還是坦克 其實在德國的基地裡面 美軍藏的一種秘密武器 大家不知道 這個秘密武器 已經在德國的霍恩菲爾斯基地裡面 至少一年了 目前訓練的也很成熟 看起來來 長什麼樣 長這樣 這款是什麼 這款是美軍在德國基地裡面 所放置的一種武器 這個戰車 在這個八輪甲車裡面 告訴你 沒有人 沒有人 不用人操作 也不用 它是無人機 然後又有標槍 這個多功能複合式的 多合一 更厲害的 不用遙控 我們一般無人要有遙控 要有一個盯著螢幕 然後它有個鏡頭 看到哪裡 然後我們決定如何 還是幕後 還是人遠端操控 這一款 它這個叫做什麼 它的名字非常有趣 它叫做起源 叫做起源 這個起源 這個起源很奇怪 它不用人操作 它自己有智慧 就是它在這個 它的終端電腦裡面 它在裡面輸入了 一百三十幾萬張圖片 是各式各樣的立體圖片 它可以辨識 什麼樣是二制戰車 什麼樣是美制戰車 這麼聰明 而且重點是它的尺寸很小 非常精密 速度又快 然後不用人操作 自行有人工智慧 然後它的標槍飛彈 大家看一下 一發而已對不對 它射擊完之後 就把它丟掉 從裡面再伸出一發來 自己自動補給 它裡面可以裝八發標槍飛彈 所以你看 一輛這種這麼小的車 裡面可以藏八發標槍飛彈 還有機槍 還有煙幕發射器 還有各種防空的飛彈 它都在裡面 所以它等於是一部綜合體 如果嚴重講起來就是 它是一個反坦克牌 再加上防空牌 再加上煙幕牌 再加上智慧導引牌 它是四位一體的奇怪東西 這應該算是美國的黑科技 已經在德國的美軍基地 試用一年多了 那這一款殺氣 我想哲倫斯基應該知道 那美國也正愁一件事 沒有用過 沒有用過 發明了以後 經過了多少次測試 都很聰明 都很實用 但是沒有實戰過 那麼會不會在這一次 烏克蘭戰場實用 我們拭目以待 上去了不得了 好 沒有用過 沒關係啦 就拿來烏克蘭用一下吧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烏俄羅斯的軍隊 現在說什麼呢 Say sorry咯 說不好意思啊 我們不小心把數百名 異物異的軍員 送到烏克蘭去打仗 都已經送完了 你才說不好意思 這個是裝傻嗎 其實不只是找戰犯 等一下我再講到 他們現在是把所有 陣亡的將士 他的資料全部都刪除 但是我們其實回想一下 在今年的母親節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莫斯科 就看到很多很多的 俄羅斯媽媽 他們就站出來 他們希望能夠幫他們的 已經陣亡的這些孩子 能夠爭取到一些權利 甚至於能夠幫更多的 俄羅斯的年輕的男子 爭取到不要上戰場的一個權利 可是你知道 我們從在這場 俄乌戰爭 我們看到俄羅斯 像剛才剛才 將軍講到說 這個士氣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劣 現在6月7號 烏克蘭這邊 截獲了一通的電話 有一個俄羅斯的小兵 他現在就在想方設法 他在電話當中 他在想說 我可不可以用假結婚 我們過去假結婚 是用偷渡的 要偷渡到其他的國家 現在居然俄羅斯是 我可不可以用假結婚的方式 我不要當兵 結果他長官跟他講說 不行 你只有死亡了 或者是你這個受傷了 還有就是你家人要去關說 你才能夠不當兵 立刻把雙腿給打斷了 是 所以他就還是繼續要當兵 可是在這場的戰爭當中 我們聽過太多的 就是趕快我們去撿 那個烏克蘭的子彈 你打我 我打你 然後這樣打大腿 我們就可以不要繼續當兵 為什麼 就是因為 我們好久沒有看到這張圖了 今天是6月8號 這是6月7號 那俄羅斯現在的戰損是多少 到6月7號為止是 31360人 這是烏克蘭國防部所公布的 人多不多啊 那俄羅斯現在這一場的戰爭 打到現在是104天 105天 損失了3萬多條的性命 這些都是俄羅斯未來的一個希望 那現在俄羅斯要做的是什麼呢 俄羅斯乾脆 那萬一 我們過去 其實在車城戰爭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非常非常特殊的 而且也對俄羅斯的社會 造成很大的一個衝擊的 叫做車城黑寡婦 這個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他們常常在俄羅斯的社會裡面 造成了一些的恐怖的爆炸事件 那現在俄羅斯就乾脆說 為了我怕有車城黑寡婦來 有怕那些俄羅斯媽媽出來抗議 我這樣子 未來我不要賠償 我就把所有的這些資料 我乾脆全部都delete掉 那或者是有一些的 我們也看到有一些的士兵 乾脆釜底抽薪 我就自己做了汽油彈 我怕你徵招我對不對 我就去把你的這個徵兵去 我去把你燒掉 我看你沒資料 你怎麼徵招我 這些都是在在證明了 我們剛剛看到 這場戰爭打到現在105天 但是在俄羅斯境內 它無以為繼 無以為繼的不只是在彈藥 不只是在這個兵器的部分 最重要的還是在民心的部分 好 當然俄羅斯的小動作很多 我們要請教廷輝老師 只包括了北約的軍演 俄羅斯也跑來偷看 對 這個烏克蘭戰爭在打的時候 在波羅的海其實 北約也在舉行一場軍演 這場軍演是6月5號到6月17號左右 那你看到這個北約 總共出動哪些國家 16個國家 但是這16個國家 只有14個國家是北約 另外兩個就是什麼 即將要加入北約的芬蘭跟瑞典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總共出動了大概將近7000人左右 有45艘的軍艦 然後總共75家的戰機 看得出來這個規模非常龐大 但是你知道俄羅斯 他其實也派了兩艘這個護衛艦 每一艘都是800噸左右的 這個小型的護衛艦 在瑞典的附近來監看 因為這一場這個演習是由瑞典來主導的 但是你知道俄羅斯監看的動作 其實他也無能為力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來講 這個地方地處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地點 你即將就是把俄羅斯的波羅的海艦隊 整個封鎖在波羅的海內 你現在沒辦法到這個黑海去支援 因為現在他的黑海艦隊來講 都一直在往後撤 怕被打到 怕被魚叉飛彈打到 北方艦隊更慘 為什麼 因為北方艦隊本來有一艘航母 你知道俄羅斯目前只有一艘航母而已 這一艘航母叫做庫茲涅佐夫號的這一艘航母 竟然還在修理 他竟然沒有上戰場打仗 你現在都在打仗的期間來講的話 你這一艘航母還在北方艦隊的港口修理 而且這一艘是俄羅斯唯一的航母 他的命運非常多揣 為什麼 曾經起重機在2018年的修理的時候 結果起重機掉到那甲板上 整個澳出一個大洞 然後就重新在修理 然後到2019年的時候發生火災 然後上一次在修理亞的時候 也是在冒黑煙 整個大家都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情 他是不是叫普丁號 一定又是名字取錯了 普丁號被打的話更慘了 莫斯科都被打 再宰成普隆公號 那不是更慘嗎